我这已经发完了 可以开始进攻了 那么这锅的时间是用了几分钟 比之前多了两分钟 那么进攻方的时间更加紧迫 我看进攻方如果组织的好的话 也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相信你们没有问题的 咱们开始吧 咱们拭目以待 今天的进攻方能否再次拿下防守方 由于我们今天的路纸稍微超标了一点点 咱们房间会有少许的卡顿是正常的 不过中期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炮弹的轨迹 还是非常的流畅的 能不能会不会卡的情况的话 看我们的炮弹轨迹就知道了 如果会卡的话 根本就不会那么完美的弧线 会卡的话 它这个是乱七八糟的弧线 而不是这种火炎型的弧线 好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进攻方 正在组织人员上车准备进攻 排击炮也是最大化的放到了近岸 近海滩的位置 能够提供最远的有效射程 我们看到很多准备参与抢滩的队员 都把身上的炮弹交给了排击炮的 打排击炮的队员 然后能够足够多的炮弹来进行炮火支援 好我们看装甲车已经下水了 船只也在等候 一艘船能带五个队员 装甲车能带四人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装甲车 第一批装甲车已经出发了 不过我感觉这有点仓促了 整个留下来打排击炮的队员比较多 这时候我们看到排击炮正在 输送炮弹到对方的身体上 第一艘船已经上岸了 第一艘船是前来探路的 已经阵防了一位选手 蓝风的豪哥被淘汰出局了 很可惜 直接我们看到 炎炎正在奋力的瓦砂台上 制造这个烟雾的暗幕 为几方的登陆做准备 好这时候我们看到大量的排击炮落入了第二道防线 这时候的火力压制非常重要 红风反应过来了 有人在海滩上制造这个弹幕 但是他们不能为例 我们看到有多名 红风队员被当场被淘汰出局 现在赶来自然的队友也被炮火给压制住了 没有办法前进 这时候我们看到 装甲车开始集体上岸了 装甲车没有侵略 直接往众生开局 这是很危险的做法 这和这个复兵鞋桶就脱节了 这时候我们看到 同方的队员 火箭筒呢 反坦克的反装甲的火箭筒呢 铁拳呢 铁拳吃后他了 当场给干爆了 这一把的话我们这个 由于前期这个 背包的问题啊 导致我们有一丢丢的不流畅 算正常的 飞哥没了吗 飞哥没了我看到了 飞哥在第13分钟左右被打倒了 被淘汰了 好 阀海也没了 阀海倒地了 12138也倒地了 我们看防守方正在 正在做 第二道防线的防守 因为第一道防线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他们上岸了 只能在第二道防线上做 努力了 我们看一下里面的并部的 这角 并部上四角 通常的投掷这个手雷 好 我们看 红方呢是有打算 保守一点啊 保住自己的有生力量 既然第一道防线逃不住 他们就不防了 战斗还是很激烈的 我们看这个防守方是边打边退啊 马海还活着 刚刚是被击倒了 然后被他队友给救起来了 红方是边打边退 但是有一部分的队友呢 来不及后退了 可能会被包围 这时候还有大量的炮火资源啊 我们看这一批的蓝方的炮弹 并没有太着急打完 以至于在进攻方抢瘫之后 这时候还有炮火资源 在第二道防线上进行火力压制 以至于小树林都不敢待人了 都在防守方 一辆中甲车冲入了第三道防线 第三道防线 这辆中甲车经历了什么 我们看旁边 有一个盒子 这辆中甲车是被掀翻了 好 我们看一下 现在进攻方的装甲车数量还是蛮多的 伤 就是被摧毁了一半装甲车 然后我们看一下战斗的情况 好 恩机被打倒了 其实这里的伤亡非常的惨重 防守方 哇 直接被撞没了 防守方的第二道防线是彻底告示了 但是防守方有一个很明显的战术性后撤 非常有序的从第二道防线退到了第三道防线 但是似乎不太凑效了 只是保住了一部分的队员 还可以继续做抵抗 第三道防线还是能够和南方一战 但是南方如果这个战线拉的长的情况下的话 人员的 密度就会降低 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被 反扑 我大概猜出来了 南方就是 红方就是打着这个小心尸 你看红方的装甲车被击毁了 直接先翻了 这波打的比较持久 红方还是有一点点战术 不是你完全盲目的 第一道防线放弃 第二道防线和对方 直接拉锯战 然后呢在后撤第三道防线 阻止对方速三速绝 也是一个战术 眼也没有了 现在 法海也没了 法海 现在剩下的 红方队员 红方队员正在防守第三道防线 大熊猫倒了 大熊猫打得非常勇猛 第三道防线的碉堡 战斗很激烈 大熊猫最终还是被淘汰了 我们看到更多的进攻方队员 已经来到了第三道 雕堡 第三道防线 好 轰炸区 轰炸区制裁了进攻方 瞬间 让这个 当志强和中温倒地了 炎炸熊猫 炎炎炸一下 炎炎还活着 没有被淘汰初决 好的 有机会吗 啊 一个男赦瓶 这时鸿面还是打得非常顽强的 直过 大师已去了 第三道房间已经被攻破了 我來看一下 那個兄弟 那個兄弟 我都不敢喘氣了 太緊張了 好的 藍方 拿下了對方的陣地